这个前几个星期听众打电话 说自己的岳母得了重病 台长给她看过图腾之后 家人帮她念经 她自己开始修心 病情好了 结果又不念了 又爆发了脑梗了 那么台长又帮她看图腾 说她身上有个灵性 在脖子上 我描绘的灵性的样子 事后她家人拿出照片一对 果然这个亡人跟台长说的一模一样 请大家听一段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我也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岳母她去年生了一场大病 住院了 然后过了几天我就打通您的电话 帮她看了图腾 然后家里人就根据您的开始 给她念了小房子 她自己也念经了 然后有明显的好转 结果过了段时间 她身体好了一点 她又不坚定了 然后又不坚持做功课了 结果身体又不好了 一个月前又发脑梗住院了 然后我又打通您的电话帮她看了 您还说她身上的灵性在她脖子上 还描述了灵性的样貌 对 事后家人呢 就是怀疑是她过世的同事嘛 就去看了她的照片拿出来一看 就跟您说的一模一样 后来就是看完图腾第二天呢 那我院母就有明显好转了 嗯 就不久就出院了 说明是台长 就是给她看了图腾 就给她驾驶了 所以这种东西不可不幸的 对 一看一模一样啊 感谢师傅 谢谢